相二 无相二 这无相就是我没有这个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支出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支出 这个相显出来了 我们有些同学 修的功夫不错 见到佛 见到菩萨 时间处处不定 能见到了 到自己明白了 想不见了 他向黄年露出老巨石 在鲍根坛里面 说了一桩事情 附近的 有个出家人 朝五台山的时候 见到文殊五色 他很诚恳 三步一拜 从山下拜到山上 拜到山上的时候 他看到有个小地方 叫金刚洞 他进去看看 走进去之后 看里面很大 很宽很大 里面有不少出家人 再休息 有和尚 有喇嘛 他离开的时候 有个小沙米叫他名字 他很惊讶 这个地方 怎么有人知道我 看我师父 叫你进去 看到一个老比丘 给他谈一些话 他想住在这里 他就叫你不能住 你还是要离开 走了以后 天黑了 要找个地方 落球 就有一个 也是修行人 小毛棚里头 让他追晚上 明天会赶路 他就问起 你们五台山 多少出家人 这个人就告诉他 很多人到五台山 打千山寨 我们的人数都不够 大概只有三四个人 他说不对啊 我刚才看一个地方 就有五六百人 他说没有这个地方 也没有这么多人数 最后旁边有个人说 你可能遇到文书菩萨了 他也想 就哭起来了 不知道 刚才见的文书菩萨 赶快去找 找不到了 那就在这条路上 那就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金刚洞也不见了 这个就是 向而非向 非向而向 你在清净心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智者 你就见到 你的一起心动力 文书菩萨 还有金刚洞 这就复现了 你就见不到了 为什么你着相了 着相 只能见到阿勒耶的相分 见不到自信的相分 要不着相 就见到了 我们能够 很短的时间 不着相 没有其心动力 分别之处 大概也不过 几分钟 或者是几秒钟 习气太重了 几秒钟暂时 离开妄想分别之处 刹那之间 又回到 习气了 习气做主 这可念老俗引用的 附近的 维法寺 朝山 见到文书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就五相二相 几秒啊 啊 见到的时候 跟真的一样啊 离开一回头 就不见了 啊 几秒 接着是 广六相入 不可思 广是广大 略是 简略 小如大 不稀奇 大如小 不可思 啊 青岗洞的门很小 走到里面就很大 很广阔 里面有几百人在里头 啊 可是一转眼 它就不见了 包括四亿 光六相入 现在过去 里头 也有 这个例子 啊 比如现在的晶片 很小 比指甲还小 它里面可以 藏一步大藏进 这个大了 放在荧光幕上 它就显出来 小里头显大 那福在经上 告诉我们 有位臣 位臣什么 极为之为 这里头有什么 有大潜世界 有无量无边 祝福这图 佛知道 明心见心的人 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 我们 什么都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 极乐世界 全形 四思无碍 发解 华言浅浅 那四根丝 没障碍 我们这个身体 是个死 这墙笔 也是个死 可以自由传过去 这就无碍了 这就无碍了 我们为什么穿不过去 我们认为是真的 真有 身是真的 墙笔 把他当真 就不自在了 早些年 缘因法死 这个事情 好像是在 缘绝经 讲义 前面 他提到 有一天 他在房间 的疗法 的大作 突然想起 一种事情 要办 很急 他就 放下腿 就走出来了 从疗法 就走出来了 走出之后 他想到 我好像没有 门关的 我好像没有 开门 我怎么出来的 他一刹那之间 回头一看 门 果然是关的 在推 里面拴到的 这就是 当时那一念 他没有想到 这里有门 他就从这出来了 那这个不是 下司机 他自己 亲身经历的 人道 没有念头 不起心 不动念 就自在了 障碍就没有了 起心动念 是密 不起心动念 是聚 聚耳不密 分别 是严重的 职者 是最严重的 破之者 正阿洛汉古 不分别 是菩萨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佛 就是回归 自信了 佛法 真成为 大道之间 这太简单了 什么叫成佛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佛 你什么时候 不起心 不动念 你就成佛了 起心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是菩萨 起心动念 有分别 没有执着 是阿洛汉 我们凡夫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有 通通俱俗 叫六道凡夫 我们如是 天人也如是 包括四界天 五四界天 四个通通俱俗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阿力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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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